断交65年的南韓和古巴 突然宣布要恢复邦交 这一步对南韩来说可不容易 南韩努力了二十多年 而且在这次协议达成之前 双方可说是保密到家 一直以来古巴被视为是 北韩的好兄弟 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奈 2018年还曾出访北韩 过程中两国领袖留下 热情握手拥抱的经典画面 但现在这位好兄弟 却跑去跟北韩的 头号敌人建交 我认为北韩必须在震撼 看南韩与国家 与国家与国家的协议达成 与国家与国家的协议达成 唯一方法让北韩与国家的协议达成 是让国家的国家的兵器 从古巴的立场来看 他们转向拥抱南韩 背后的盘算和经济息息相关 在建交消息传出前 古巴人始终在困顿的经济环境中挣扎 美国长期禁运 全球通膨 还有先前新冠疫情的冲击 都让古巴经济持续衰退 我只是想要贡献 食物 全部都很贵 因为大多数人 居住一份职业 并不够达职业 无法达职业 无法达职业 因为我们不可以喝奶 我们不可以吃什么 然后就走 无法达职业 燃料 食品和药品短缺等问题 始终难解 逼得许多古巴人出走谋生 我们想要在那里 看看能够好 透过和南韩建交 古巴政府希望有助于改善财政赤字 而对南韩来说 和古巴结盟 是南韩在外交和经济上的一大突破 南韩政府很重要 特朗普尹云 他在想让南韩更为世界的玩家 或至少推出国际上的阶段 说这日经济比较適合 这日经济比较適合 其实早在两国政府建立正式沟通管道前 两地人民就因为寒流影视文化 增加不少互动 韩剧飞往古巴取景 在南韩掀起一波旅游热 而韩剧和K-pop的魅力 则让古巴年轻世代 对于南韩的好感度提升 从民间的交流到政府高层的合作 两国外交关系迎来春天 老朋友北韩将如何出招 值得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